今天东部战区继续为台岛周边 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多军兵种部队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下 对台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 实施模拟联合精确打击 持续保持围岛禁逼态势 台湾海峡内多艘驱护舰舰与海上待机的导弹快艇 联合岸岛突击群对台岛西南目标全时追瞄 在不同方向警巡舰艇采取高速机动和隐蔽接敌方式 占领预定打击阵位 战区空军批次出动数十架次预警 侦察 奸击 轰炸 干扰机 按照作战编组恢复目标空域 构建岸海空一体联合打击体系 机群依托联合情报支撑 精准掌握战场态势 为联合突击兵力提供目标引导和支援掩护 战区陆军远江湖部队打通侦察指挥火力往期链路 依托无人机为发射单元提供打击引导 展开多目标精确打击 多弹种复合毁伤演练 这次打击演练 我们完全依照实案组织 着眼提高火力快反和精准毁伤 全面检验武器装备实战运用中的新打法 新战法 火箭军任务部队一按完成首轮 对台岛关键目标模拟打击 连夜向预备阵地机动转场 展开后续打击准备 指挥所筛选确定新一轮打击目标 数十套发射单元占领发射阵位 建立高戒备状态 操作号手精准完成发射准备 随时听令实施第二轮打击 我们紧盯随时能战 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 核心能力标准 但在架上 蓄势待发 有信心 有底气 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 坚决完成作战任务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 和台独分裂企图